嗨 各位我是王建凱 那我猜這個影片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人看到 反正我們就分享我自己去玩了政治大學 去看完這個2022的唐老鴨神奇的影視編導演展 那我想要就是看完影片我不想要就是這樣走掉 然後就是當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因為其實我有參與其中裡面的一支片裡面的燈光 那我也想要就分享我這整個晚上五個小時 在政大看了這麼多影片 那我們就稍微分享一下我到底看到了什麼 那我們就一支一支來 我們來先看我們 我們就照這個 有點那個DM 是算DM嗎 反正我們就照著這上面的順序來分享 魚人是 就是兩個女生這一支 就是兩個女生這一支 嗯 對啦 可能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影片會有誰看到 那如果有看 有參與拍攝的人 或是政大人之類的 那我覺得會比較有用啦 因為平常人應該看不到這些片啦 就這六支片 好我們就直接快速分享 那魚人 魚人我覺得那個 山洞頗神奇的 就他們可以找到一個 無人的山洞 我不知道他們是去申請還是怎麼樣 反正他們找到一個 沒有人的山洞 山洞 一個隧道啦 然後他們去拍了一個小推車 但是有一些 嗯 我覺得就是我自己是有點看不太懂 說他們到底 嗯 為什麼會跑到山洞裡 就他可能是 另外空間之類的吧 就是他們兩個是 反正我不知道山洞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好 就這個是唯一的問題 其他我覺得都 嗯 然後就是 殺人 對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然後 另外一支片叫Good Night 然後Good Night這一支呢 嗯 我覺得剪輯好像有點 好像可以讓整支影片變更好 但是他們沒有辦到這些事情 就是 嗯 就是我覺得拍攝不一定每一個東西都要 可能他拍了三個角度 那他有點像是 就把三個角度全部都拍上用場 那我覺得有的時候你要挑選一下 到底哪些畫面是值得 說好一個故事的 我也還在學習嘛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以我個人的看法 這樣子看起來 就是 欸好像剪輯可以 讓整個故事再更加分 尤其是在那個 學校的地方 就是 有點混亂 然後剪輯 然後 剪輯 我覺得也有一個重點 就是 時間的分配 就是你拿一個部分要放比較多 拿一個部分要放比較少 這個也是 這支片可能 可以在變更好的地方 然後 我們再來 下一支是 影霧之詩 影霧之詩呢 我也算是第一次看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 已經有點坐不住了 就真的是 其他之中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影霧之詩 我自己是已經看到有點坐不住了 我就 我已經坐到 已經 到底影片 要播完了沒有了 這種感覺 就 有點算是 比較 垄長的 太垄長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認識我 王健凱 或是有 跟蹤 Follow我的話 其實知道 欸我自己的 敘事啊 剪輯風格 還有製作的 影像 的內容 其實都是比較偏 節奏快速 我自己拍的影片 其實也都 節奏偏快速 我不喜歡講太多廢話 那 只要點到 就是可能演員點到 情感 或者是他點到他的重點 精髓 我們就 剪掉 或者是我們用剪輯方式 讓他變得更 精簡 我不喜歡讓 一個 可以一分鐘講完的 簡單的話 講了十分鐘 那 螢幕之詩就有點這樣的感覺 就是 嗯 對 就 其實他最重要 我 一句話就可以講完這整支影片 就是他 要 放棄 放下 過去 然後你才能 走向未來 就這樣子 短短一句話就可以講完整部片 就其實中間 我覺得他 有配旁白的地方 我覺得是還不錯 就是 變成他好像 讓一個 你可能 不太知道 在幹什麼的人 快速進到劇情裡面 讓大家知道 哇賽 到底 影片 到底在講什麼 那他就是馬上 有點像敘事的部分 馬上把東西 就是用旁白的方式 講出來 那真的是超讚 但是 就是你旁 那個旁白敘事的地方 你講完 其實我已經幾乎已經 知道你們在幹什麼了 然後 變成 後面又再繼續講同樣的事情 就變成有點太冗長了 我覺得這個 剪輯其實是可以救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就看看要不要救 這樣子 好那我們下一部片 叫做Role Number 我覺得他的影視 風格 顏色 顏色風格 很強烈 他直接用最強烈的對比色 像這樣 Tree Top 這不是業配 但是 綠色紅色 最強的對比色 直接一個超級 就是你沒有拿捏好 就會長得很奇怪 但是他們我覺得 算是拿捏得很好 就是美術的部分 還有服裝設計的部分 就顏色搭配這樣子 我覺得是頗棒的 然後 劇情也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話說 就畫面 還有一些也是剪輯的部分 就是 有些東西就是 不一定拍的要用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就是 想喜歡那個畫面 或是不知道怎麼樣 或是他不知道有沒有加分 所以他就把它剪進去 因為他拍了之類的 這種問題 我是覺得有一些畫面 可以刪掉 我不知道 可能製作 可能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最終就是長這樣子 好 那下一個 寄居蟹401號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 這六支片裡面 最棒的一支 呃 我覺得 最完整嘛 就是最 看起來像是我拍的東西 不是我拍的東西 就 因為我有拍攝很多支廣告 就有點像是這樣子的東西 這種 風格 就一樣 有點 就是黑沒有壓到黑的調色風格 就是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風格 那我覺得他的拍攝 我覺得攝影其實還蠻猛的 然後燈光 有完 應該算有完色燈 我覺得也還蠻好玩的 然後美術我覺得也超猛 我喜歡那個小房間裡面的 那個後面的畫 然後那個小小的燈 我覺得也還蠻讚 反正他們就 我覺得整體都還不錯 那整個 對 就還不錯 嗯 對 生物距離 對 就還不錯 然後分件也還蠻清楚的 構圖也都完全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對 我覺得是最完整的一部 橘局寫401號 我也沒有什麼話說 那 下一個阿熊 阿熊的話 開場 就使用一個非常非常長的鏡頭 我覺得 還蠻厲害 蠻有勇氣去挑戰這個東西 因為他那一顆鏡頭 非常非常的長 長到 我都不知道他 是不是該切畫面的 結果還沒有 他就繼續長鏡頭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對 然後那一顆鏡頭應該是 應該是 阿嬤 就是阿嬤最後一顆 就是阿嬤最後一顆 就是阿嬤最後一顆鏡頭 因為阿嬤後來就死俏俏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開場是阿嬤 然後後來阿嬤就 欸 對吧 阿嬤 是嗎 反正就是開頭那一張 那一個長鏡頭 我覺得還蠻 還蠻厲害的 就是 時間的調 時間跟演員的調度 我覺得 整個還 還行啦 還行 就 我不會覺得很無聊 然後看不下去這樣子 然後後面 後面剪 人的那邊 我覺得也其實還OK 有評審說 可能那個 爸媽在那個談 好像在吵架那個部分 好像用 一鏡 就是可能也是用長鏡頭 因為第一顆用長鏡頭 後面應該也用長鏡頭 但我覺得其實那個剪的也還不錯 那 後面 計程車 我覺得 有點太多 就是我看不太出來 就有點太多 從背後 因為他在計程車 然後他是司機嘛 然後太多 從後面拍過來的畫面 我覺得 就沒有拍到整個精髓 就是 尤其是 爸爸哭的那一段 我覺得 剪太多東西了 就跳來跳去 我覺得 要嘛就是你直接 或者是那個演員 可能經驗不夠 之類的 或者是 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我可以辦到的話 我會希望 我 如果這個是我的片的話 我會希望說 如果他那一顆哭的話 可以直接 因為像是 情感 恩 就是 傷心傷心疊加這樣子 然後 到最後他已經 有一個 壓倒了最後一根稻草這樣上去 然後就是整個大爆哭 然後可以 也是用長鏡頭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他 那個哭的時候 他直接切到一個後面的畫面 然後再切回來 然後就他已經在哭了 我覺得這個 整個 情感堆疊 就整個徹底失敗 就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 那就 差不多 就這樣子 那 對啦 那整體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就是看了一整個晚上 然後六支影片 就 看了各種 不同的人 然後各種不同團隊 做出來的作品 我覺得 還蠻特別的 那也很開心 就是有人 邀請我 就是 一起加入 某一支片的團隊 然後一起去拍攝 一起去拍攝 拍攝嗎 反正我是燈光啦 就玩燈的 哈哈 對啦 就是 有一些要改進的地方 我也會 之後做個分享 就是 可能 有些幕後分享 然後改進的部分 那那個之後的事情 反正我們今天 今晚 看完整個影展 就 做個心得 反正我猜 沒有什麼人會看到這支影片 就 這樣啦 Goodbye